多年來 原本總是擔憂 是否中國將走向一個硬著陸 魏亞集團主席在時代雜誌撰文說 中國政治上的硬著陸即將來臨 大陸黑龍江水 昨天有五個不明飛行物體從天而降 引起當地民眾好奇和熱議 當地官方破曝後 地級派員前往勘察並封鎖現場 目前尚未確定 這些不明物體是何物 即來自何方 中國大陸廣州中山大學 前晚舉行的一場自由系列講座 突然被取消 相信與六四事件25周年臨近有關 大陸環保部公布四月城市空氣品質結果 經經濟仍是空氣污染重災區 污染天比例高達65.2% 全國空氣最差10個城市中占9個 新唐亞太電視總理報導